大家好,我是小胤。 上期视频我们分享了一款免费开源的字幕生成和翻译工具Subtitle Editing。 很多小伙伴反馈,在使用时遇到了这些问题。 没关系,通过这个视频,我们来一个个解决。 首先,在首次加入视频时,会提示安装MPV播放器。 点击安装,弹出了这个错误提示款。 出现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程序需要去Github上下载MPV播放器组件。 但是,国内网络反馈Github不是很稳定,很容易导致文件中断下载或文件损坏。 我们可以在网络稳定的时候再尝试下载,或者使用VLC作为默认播放器。 如果你没有安装过VLC播放器,可以观看这期视频。 安装VLC播放器成功后,再回到Subtitle Edit,点击选项,设置,视频播放器。 选择VLC媒体播放器,点击确定,把VLC作为视频播放器。 设置成功后,再次点击打开视频文件。 选择要生成字幕的视频时,就能成功预览视频文件啦。 在首次使用语言识别的时候,需要下载FFMPyGo。 在下载过程中,如果提示了这个错误信息, 说明文件在反问Github下载时,网络不稳定,导致链接失效,无法下载。 你可以反问FFMPyGo的官网进行手动下载。 在浏览器中输入FFMPyGo。 这个是FFMPyGo的官方网站。 点击反问。 点击Download。 把鼠标放到Windows操作系统上。 点击第一个链接。 往下拉。 这里有两个版本。 第一个是精简版,下面这个是完整版。 我们选择精简版就可以了。 点击下载。 这就已经在下载了。 下载成功后,我们把它解压。 打开文件夹。 找到Bean。 复制FFMPyGo.exe文件。 然后找到C盘。 用户。 选择系统用户名文件夹。 这里会出现一个Apple Data文件夹。 如果没有找到, 点击工具栏中的查看。 点试。 点击勾选隐藏的项目。 这里就会出现Update文件夹。 打开这个文件夹。 打开Rome。 找到Subtato Edit. 在这个文件夹下新建一个FFMPyGo文件夹。 然后把刚刚复制的这个FFMPyGo.exe文件, 粘贴到这个文件夹下下。 接着再回到Subtato Edit。 点击选项。 设置。 在菜单栏中选择波形平补图。 这里会自动显示我们刚刚拷贝的FFMPyGo.exe文件入金。 把这个勾选上。 点击确定。 点击添加波形。 首次使用需要给文件授权。 点击运行。 这里就能成功显示硬轨波形了。 在下载Vispo与音识别引擎时, 如果弹出了这个错误提示, 我们同样可以选择到Vispo的官网下载。 点击Vispo网站。 往下拉。 点击历史版本。 这个是它的加强版。 往下拉。 这个是我们要下载的版本。 展开Asset。 点击下载第三个Windows版。 下载完成后。 右击解压文件。 找到这个Vispo-fast.exe文件。 复制。 还是找到C盘。 用户。 系统用户名文件夹。 AppleData。 Romin。 找到SubdataEdit。 Vispo。 打开这个文件夹。 把刚刚复制的这个Vispo-fast.exe文件。 粘贴到这个文件夹下就OK啦。 当做完成后,我们就能正常使用这个Vispo加速引擎咯。 如果你在下载Media.en或Roget-VR模型,出现了这个错误。 或者在点击生成时,提示未找到文字。 我们需要到这个网站进行手动下载。 这个是Roget-VR的模型下载链接。 这个是Media.en模型。 点击。 选择文件和版本。 把这四个文件都下载下来。 点击下载。 这就在下载了。 其他三个也是一样的。 下载完成后。 还是打开C盘。 用户。 系统用户名文件夹。 AppleData。 Romi。 找到SubletataEdit。 Vispo。 打开这个文件夹。 Models。 在这里新建一个Fastet-Vispo。 -Roget-VR文件夹。 文件名都是小写的。 注意不要输错了。 然后把下载的这四个文件都剪切到这个文件夹下。 回到SubletataEdit。 这里就出现了Roget-VR模型。 Midium.en也是一样的。 点击。 选择文件和版本。 把这四个文件都下载下来。 下载成功后。 还是找到C盘的这个目录。 新建一个Fastet-Vispo。-Medium.en文件夹。 把下载好的Medium.en模型文件都拷贝到这个目录下。 拷贝完成后。 我们就能成功使用这两个语音识别模型来生成字幕文件啦。 本期视频中下载的所有文件。 我都打包好了放在视频的简介区。 如果你在使用中遇到任何问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点赞关注我。 谢谢大家的支持啊。